近年来,经温两族日盛,平白生出野心。 老仙都汉首,你心中有数便是,去罢。 他望着蓝湛退下的背影,神情若有所思。 他膝下无子,仙都府后继无人,不得不秘密在外无色继承之人。 此事成了他的心病,也正是因为如此, 重兵围困清水城之际,他才会留下蓝湛性命。 新一辈的世家公子之中,蓝湛天分极高。 且选他为继任者,蓝湿力时便不敢轻举妄动,又能制衡金温二族。 数年下来,蓝湛的确没有让他失望。 只可惜啊,再好用的棋子,一旦有脱离掌控的危险,便不能再用。 老仙都敲了敲桌案,金光瑶自暗处而出,拱手毅力。 天气渐渐热起来,魏英拖着下巴坐在书房中百无聊赖,思绪渐渐飞向远方。 这时节,云梦的莲蓬大底都成熟了吧。 江城前时传回讯息,他已平安回到家中。 说不定此刻,他就在带着师兄弟们,泛舟湖上摘莲蓬。 他能回去,江叔叔和于夫人应该会很高兴。 魏英笑笑,转向书案后处理公文的仙都。 他心中打定主意,寻到机会一定要让仙都带自己回莲花物。 书房外扣门声响起,魏英正在想是何人? 仙都淡淡道,进来。 门自外打开,仙都府两名仆从抬了一筐新鲜的莲蓬入内,放在仙都岸前。 魏英灯时直了眼,不待人吩咐,立刻凑到兰湛身边。 仙都大人怎么知道我想吃莲子? 嘴上在问仙都,魏英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莲蓬。 脆嫩的绿色,看得人满心欢喜。 仙都未雨,脑海深处依稀传来一阵少年笑语。 蓝湛,你日后有空一定要来云梦啊,我带你去摘莲蓬,逛集市,可比你们云深不知处有趣多了。 对了,你会挑莲蓬吗? 我告诉你啊,不知何时的话语,就这么莫的出现在脑中。 莲蓬上游带着露珠,魏英迟出欲动,顺口道,仙都大人,你会挑莲蓬吗? 我告诉你啊,仙都如玉地手递了一只莲蓬到他面前,魏英话语戛然而止。 戴京的莲蓬,比不戴京的好吃。 一连两天,魏英几乎都未出房门。 原因无他,仙都明日起闭关修行,供需三日。 内殿床子间,白衣仙都不轻不重地拍在魏英臀上,莫乱跑。 知道了,魏英一个翻身,勾住了仙都后颈,笑道,再来一回。 一日仙都闭关,偌大一座仙都府,魏英再无熟视之人。 三日的光景不长不短,倒是勉强够他回云梦一趟。 魏英坐于寝殿屋檐之上,望着头顶成澈的天空。 我想带蓝湛一起回去。 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浮现在他脑海。 魏英摸了摸鼻子,不无遗憾地想, 从听学时,他便邀蓝湛来云梦,只可惜世事变缓,一直未能成形。 他望向远处仙都闭关之所,拦战他,会愿意来吗? 想了许久,魏英伸直双腿,揉了揉酸色的腰,心道不愿意也得愿意。 他梅滋梅味地过了三日,好不容易挨到仙都出关,竟有横生之节。 仙都闭关的院落外,众修士为灵力所阻挡,狼狈地到了一地。 金光瑶在两名仙士护卫下勉强稳住身形,面色发白。 出了何事? 魏英匆匆赶到,上前几步,有一手在院门前,挡住他们去路。 魏公子 金光瑶一礼,今日是仙都出关之期,我等迟迟不见仙都,又听得屋中动静不寻常。 故而,他话只说一半,魏英已然知晓其中深意。 以阴铁修行固然能一日千里,却极其凶险。 蓝湛未如期出关,怕是遇上了麻烦。 他冷冷审视过众修士,仙都府中之人,他一个也不信任。 金光瑶眼下谋中神色,原本万无一失的计划,不想仙都静留有后手。 眼见着魏英抑郁入内,金光瑶颇为善心地解释道,魏公子,仙都设下了结界。 这道结界融了阴铁之力,他们束手无策。 如若不然,他不会错过如此良机。 魏英面色凝重,转身不再理会身后人。 他咬破手指,画下一道符咒。 破! 紧闭的屋门打开,似一道深渊将人淹没。 魏英毫不犹豫入内,金光瑶一惊,立刻示意人跟上。 熟料,大门在魏英身后迅速合上。 一股强大的灵力袭来,将众人扫开。 金光瑶不甘心地望向重新合上的屋门,破解无法,都在此守着。 屋中一片狼藉,像是经历过一场大战。 蓝战! 屋中的白衣仙督盘腿而坐,双眸紧闭,灵力紊乱。 他面前的半块阴铁悬浮于空中,煞气逼人,像是要吞噬人的神智。 魏英未及细想,横低于唇边。 敌音又急又促,昭示着主人凌乱的思绪。 煞气迎面扑来,逼得魏英倒退三步看看站住。 阴铁之威,远非他一人所能压制。 西年,仙门百家与仙督府一战,仙督府凭借阴铁力量扭转战局,所向披靡。 那时他在战场之上,费心钻研过转控阴铁之法。 才有些眉目,前线的金温两家已然倒戈,败局已定。 江涅两家处处被针对,阴铁之事不得不抛在脑后。 如今,魏英望着被阴铁煞气包围的白衣仙督,情势凶险万分。 顾不上后果,魏英流转周身灵力助于陈情之中。 一段熟悉而又陌生的曲子倾泻而出,陈情引来煞气大量盘缓。 魏英强忍心口不适之意,敌音催得愈发急。 他吹破一个音,墨地喷出一口鲜血。 他匆匆试去唇边血迹,敌音不停。 阴铁后,白衣仙督睁开了眼眸。 望迹琴线,仙督如玉的手指俯过琴线。 琴声流淌,追随着陈情的敌音,奇迹般地合奏出同一曲。 冰蓝的灵力流转,渐渐有压制住阴铁煞气之像。 是蓝湛,魏英心下一松,视线渐渐模糊。 他神思消耗过甚,见蓝湛已然无恙,筋疲力竭向前倒去。 失去意识前,魏英最后看到的是白衣仙督接住他后担忧的面旁。 夜色沉沉,踏上昏迷的人终于睁开了眼眸。 白衣仙督守于踏旁,给人以无限安心的力量。 屋中没有第三人,魏英没有动,只想定定望他一会儿。 依旧是如玉的面旁,依旧是清冷的神色,却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情绪一点一点在魏英谋底化开,带着失而复得的小心翼翼,蓝,蓝湛。 我在,花好月圆,凉霄之夜。 魏英懒洋洋地记了件飞红寝衣,不怀好意地望向不远处打坐的仙督,蓝湛,你坐那儿干嘛。 白衣仙督衣着分毫不乱,窥然不动。 魏英松了松衣巾,雨带调笑,仙督大人,夜已深,不就寝吗? 烛火映照下,白衣仙督目不斜视,耳根处却透出一抹红。 自魏英出逃被擒回仙督府后,起居皆在主殿之中。 若是此刻贸然分开,只怕有心人会多加揣测,引出不必要的麻烦。 是以稳妥起见,二人仍同居一殿。 何况,老仙督虎视眈眈,已然对他起了疑心。 他如何敢让魏英独自在偏殿住下? 你先睡吧。 殿中只有一张床榻,倒是足够宽敞。 魏英瞧他这副模样,乐不可知,蓝湛,你失忆那会儿,咱俩该做的不该做的,可是都干过。 你记得吧,你还总喜欢用抹额榜,嗨嗨。 魏英越说越起劲,蓝湛倾咳几声,耳根几乎要红透了。 殿门外传来一阵小小的动静,魏英敏锐地抬头,与蓝湛对视一眼。 蓝湛会议,抬手设下一道结界。 往昔,他们二人时,请殿外惯例是有结界的,从无人能靠近。 记得吗? 我卡到这销子的石凭时,由写人作词通常她是完整的数字。 bubbles雪京度一 demands。 淀里了 où楷�ъй离的 pagny。 或者是否里有计刷她在 holds尺宛固中和包丁权之互 です。 写人 wins?